星期五 今日的《讀经》和《福音》 有两个景象 引起可以带入去 可以多发现自己的景况 从而可以看到 自己与天主之间的关系 这里试试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讀经》《伊撒二日仙之书》 有一句说话 有几个字特别吸引我的 恨不得你一向听从我的命令 我看这篇《讀经》的时候 恨不得这三个字就比较吸引我 恨不得那种心情 有时想起我家 我和弟弟的关系 以往 现在已经比较好些了 那种 和弟弟的关系 有时觉得他们 有些不太好 做得不太称心 很担心他们身体健康 某些东西应该吃 要早点睡 某些东西要按照自己的 觉得比较安全的做法去做 那种父母的心情 就是时常有份担心 想他们好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不过我想说的是 反过来这个角色 就是看到有时子女有些人性 有些想他们发展他们的自由 会做一些自己比较难以接受的事情 这就是跟自己 好像在天主面前 有时也有些人性 有时也有些 怀疵 不安 自卑 这就是我们和子女之间 那种 我们觉得他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反过来 天主这样看我自己也是一样 可能天父看到我这一刻 都是觉得 我有些东西应该要改 有些东西应该要放下 有些东西应该要放下 有些东西不应该太担心 不过就是自己改不了 或者自己未能明白 所以这里 恨不得 这一句说话 就让我 特别是 觉察自己现在这个境况 究竟天主是怎样看我 我是否有时都人性了些 有时都懒惰了些 有时都看不起自己 不喜欢自己 有没有这些 跟天父相反的一种想法 这是第一点跟大家分享 第二点就是 福音 就是福音 都是记住马逗福音 耶稣也是跟佛利塞人 那些犹太人说 我可以把这代给作什么呢 他看到那些孩子叫哭 叫你们吹笛 你们却不跳舞 唱了哀歌 你们又不随胸 就是说做什么都不对 就是一种反对 若翰敢吃 你们又说他不对 到我吃饭的时候 你们又说不对 总之做什么都不对 就是一种反对 这也是让我想起自己有些经验 当自己很混乱 或是很无所适从的时间 自己都有一种景况 好像当心情不好 或是某种状态的时候 拿一本书看又不想看 听音乐都好像平静不了 想和人聊天又好像想静静 有一种很矛盾 内在很拉扯的状态 有时也会有一种情境 这里又想起 耶稣面对法利塞人和经师 他们的心态就是 因为反对耶稣 他们的内心很混乱很矛盾 觉得耶稣说什么都不对 有时我自己觉得 在那个混乱状态的时候 为什么内心都不舒服 这个时间就要静 才可以慢慢碰触到自己 究竟需要些什么 我想如果当时的法利塞人 或是经师 犹太人 能够静一下 能够意识到他们 觉察到为什么他们 什么都反对 什么都不对的时间 他们碰触到自己的内心 可能有部份人 都未必对耶稣有这么大的反感 可能都未必真正 有些人完全拥护要钉死耶稣 所以这里 我学习了这纳着灵修 就是可以有时时常察觉到自己的状态 可能未必一时能改变 但起码能够觉察到自己的状态 我这种状态 能够觉察到时间 我就可以停下来 我可以有所改变 或者可以慢慢有些开放 就这两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事实上这纳着灵修帮了我很多 每天都能够透过以性察 或者体会多些自己的境况 亦都体会多些主的心情 希望大家能够慢慢体会多些自己的心情 从仪加心和主的关系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主有大家 祝大家安好 吃之前 一会儿 我看转发 我们都没带到嘴巴 滚 看转发 一会儿